只能說姊姊身心靈方面 都是很OK的 有兇不在 所以就是還是 整個家是充滿了那個 粉紅泡泡的 身心靈都很OK 王小菲被嘲諷750萬 還要上訴 小S接大S真實心聲 姊姊敬你還心思 你覺得我敢講我姐的事嗎 王小菲因為不願 支付750萬生活費 被大S向法院生請強制執行 而王小菲也提出債務人異議 27號法官認為 男方定期訂額的費用 並為父親 一生因而判定王小菲敗訴 然後不服的小菲哥 則曬出多張請款單 標示還在上訴路上 只能說姊姊身心靈方面 都是很OK的 有兇不在 所以就是還是 整個家是充滿了那個 粉紅泡泡 時間比較有限 我們可以最後一題嗎 蛤 連我都蛤 我很久沒出來咧 要動手 身心靈都很OK 我覺得我敢講我姐的事嗎 A下面來一點溫馨的 金曲歌後張雅雯 3月2號迎來56歲 收日這天 她透露腦部將三度動刀 但也因為受到小S 劇軍業服務器的打氣卡片 淚流不值 因為畢竟當主持人 你要知道演藝圈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想看到她的新聞 然後我就覺得她是一個 非常勇敢的人 就是不斷地那個對抗疾病 然後很想要站上舞台 然後我就很感動 然後我也有聽說她很喜歡 我和我姐姐還有那個兇 我就想說人家既然喜歡我們 然後我又這麼佩服她 我就想說一定要 然後就是送個花 寫個卡片給她 我這樣會拍起來 我會那個 我可不可以這樣回答 見視線 一定要送花 這系列前的代言人 可以承認 我沒有先找妳 這系列前我可以承嗎 不會 我沒有注意到欸 她有燈上燈箱嗎 好像沒有是不是 我好像是第一個放上燈箱的人吧 是第一個嗎 是不是 還有別人嗎 到底有沒有他們去Google 萬一有別人 我還有很丟臉 但是重點是 我還有馬來西亞去新加坡 是國際上的 小艾斯剛從韓國出遊回來 這趟沒成功跟劇俊業吃到飯 遺憾的還有沒被搭訕 可是只有一次就是 我們要去吃那個 鋪髒罵髒 然後我就低著頭 然後又不小心撞到一個男生 然後抬頭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那個 怎麼講 對不起 沒有 我講 我就說 別愛你 抱歉 然後那個男生 就本來要這樣看我一眼 然後就 確認過眼神 我遇上對的人 真的嗎 真的 然後因為我就默默想說趕快進去 然後我旁邊的朋友就說 剛剛那個男生很帥 而且他本來好像要生氣 可是看到你的臉之後 好像想要跟你做朋友 我說 趕快帶回去找他 那跟康仁哥有個接吻的戲 是跟導演邀請的嗎 當然不是啊 要接那個戲之前 我們開會了非常多次 因為我覺得裡面的內容 我需要爭得我所有家人的同意 所以你們大概可以想像一下 不過最後我還是鼓起勇氣接了 有燃起的老公好像乾拆裂 更愛人家 更愛人 其實 哎呀 這不能聊啦 我愛人家 更愛人家